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区园 今天跟大家分享五月刊的面包超人小学馆 附录是一个印章的玩具 那制作的方法和玩法都在这一本小册子里面 诶,有一本小本子,是什么呢? 在这里写上名字 哦,把印章盖在这里面 我们先把这张贴纸撕下来 这个区域是贴在印章上面的 蓝色的是细菌小子的 红色是面包超人的 那我们一起把印章盖在这个本子上面 按照右边的来盖 还可以盖在这些美食上面 衣服上也可以盖章子 然后这里呢,是学习上厕所 做对了就盖一个章 吃饭也是 我们把印章的台座做好了 像一个手提盒 接下来看看杂志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首先是蜡笔小新的 去幼儿园上学很开心呢 可以看到经常一起玩的同学 她和妮妮在打招呼 我们给小新的书包涂上颜色 还有妮妮的帽子 小新和风间伴随着老师的弹奏在跳舞呢 下课后 泰和正男一起在沙池玩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 看看她的便当有什么好吃的 有鸡蛋卷 西兰花 还有草莓 火腿肠 肉丸 好丰盛呀 小新也饿了 开始吃饭了 再往后面看看有什么呢 还有面包超人和朋友们一起烤吐司 把面包片弄下来 我们还要自己制作烤面包机 这个是用来放面包的 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 在盒上就做好了 还要贴上最后收纳用的口袋 好了 我们要来烤面包了 哇烤好了 香香的 再烤第二块 第二块也烤好了 这些是涂抹在面包上面的 我们选一个草莓果酱 再放上西红柿生菜 第一块吐司完成 第二块我们抹巧克力酱 再铺上草莓和奶油 第二块完成 把这些吐司分给它们吧 还有火腿鸡蛋的 喂会儿就吃完了 接下来是凯迪猫 它们要去买甜甜圈 这个是装甜甜圈的盒子 这是收纳的小口袋 我们来把甜甜圈 贴到店铺的陈列柜里面 凯迪猫不知道学哪一个呢 小绵羊喜欢甜的 那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给它们挑选 这个是给凯迪猫的妹妹准备的 它们把甜甜圈带到了公园吃 一人拿一个 然后这边要贴上贴纸 还有划船的 好了 再往后面看看 是涂颜色的 给郁金香涂上红色 还有黄色和粉色 这些是鲤鱼鳍 是男孩子的节日会挂出来的 我们要找到和这个一样的鳍 翻过来是一些有草莓的甜品 把草莓贴上去 也是学习数字的过程 还有小熊的蛋糕店 做了很多布丁 先给这些布丁涂上颜色 然后我们要跟着布丁走到终点 这一面是和母亲节有关的 那母亲节到了 河童想送什么给妈妈好呢 她想可以送头上的花 那要选玫瑰还是康乃星 还是蝴蝶花呢 她选择了一大数的康乃星 送给妈妈 妈妈很喜欢呢 这个是一则预言故事 皇帝的新装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非常滑稽有趣的小故事 这一面我们来看看 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哇哦好可爱的熊猫宝宝 还有她的妈妈 这个是吐蕃鼠 它们会挖地穴 居住在地穴里面 还有猎豹宝宝 有毛茸茸的毛 这三只猫宝宝 长得都不一样呢 还有像雪样白的白熊 树兰宝宝 喜欢躺在妈妈的胸口 这四只小狗的颜色 和妈妈的 有点不一样呢 最后是奥特曼小怪兽的 它们在公园里面 玩蒲公英 堆沙池 还有滑梯 哥莫拉把蒲公英的种子 都吹到金谷乔那边去了 哦不好了 金谷乔玩滑梯 把身体的部件都弄散了 它们要把它拼起来 看金谷乔又拼好了 好了 那以上就是五月刊的杂志分享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记得好 那麽 我说 那麽 噢 我说